海洋 新感动 娱乐新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米蒋 越过中央山脉呢 我们走进了台湾的后山 一整片风光明媚的蔚蓝海岸 在我们眼前璀璨登场 这一集呢 我们带大家来到了花莲的十七平渔港 要带着大家从生态渔业上的认识 一直到搭船赏金 夜钓男游的亲身体验 来一趟花莲渔乡的精彩之旅哦 花莲县位于台湾东部 面临西太平洋 形状成虾长形 境内拥有中央山脉 海岸山脉 使得花莲县成为 兼具山脉 以海洋观光资源丰富的县市 东侧绵长的东部海岸线 沿岸景观其特美丽 再加上位于黑潮流进路线 带来丰富的回游性鱼类 是当地渔业主要的经济来源哦 花莲南北有两个港 一个花莲渔港 一个十梯渔港 那十梯渔港是一个非常具特色的一个渔港 那个是一个伊山半海非常好的一个美丽的港 而且它那边的人文 还有地理文化都非常的特别 各位有空来到十梯渔港走一走 你会感觉到 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要休闲的 什么都有 从传统转型为观光 十梯渔港有早期的捕捞一夜 开始转变为发展赏金体验之旅 港内举目望去 全都是金屯的涂雕 在进入港内斜坡处 有花东海域常见的鱼类浮雕 港区又有立体造型的金屯图像 防波堤上 也有着精彩圈动的各种金屯浮雕 连修器的凉挺处 也都以金屯造型来点缀 非常有特色哦 十梯渔港更是全台湾最早的爽金发源地 又浪的先天条件 丰富的海洋资源 可是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准备要和可爱金屯来趟静置离接触哦 平常现在呢 已经坐在赏金船的船上了 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赏金之旅 那在我旁边这位是我们今天 非常年轻的船长阿杰大哥 你好 阿杰大哥你好 阿杰大哥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花莲啊 石梯屏这边 就是整个赏金的它的整个背景啊 还有目前的现况嘛 其实赏金事业哦 起源于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 因为在96年以前呢 我们台大周老师这边呢 有一个研究小组 叫做台湾巡金小组呢 在我们十梯温海这附近 做一个金屯发现率的调查 那呢 这个发现率大概有97.5%以上 那也就是 对 其实有这么高的发现率呢 渔民呢 才会转型做这个方向旅游事业这样子 对 阿杰大哥就是 试住了这样 眼观四方 然后一直不停的在张望 不要试 就是因为金屯呢 是属于三度空间的物种 有时候会在我们船只的左侧 有时候会在右侧 但是可能在后面 都会有他们发现的这个记录在 对 这必须我们要眼光赐面 对对 才不会说 我遗漏了 所以说啊 船长一发现到有金屯的出现的时候啊 他就会赶快通报给我们导览员 然后再马上告诉所有的游客 就说 诶 哪边有金屯类出没对不对 没错 嗯 这边就是要马上掌握到最快的状况 那赏金标章它有分成四大项 那在服务品质上面呢 当然有关于船只的一些文宣的 在船上的一些文宣的一些张贴啊 告诉游客一些海洋生态的一些观念啊 还有金屯的一些简单的知识 当然我们也在船上呢 希望解说员也帮忙宣导 这个游客不要随便乱丢垃圾啊 环境教育方面呢 在行天指头方面 他们可能就告诉游客一些固定的 他们的一些航向的航行的一些方向啊 资讯等等 那在海上实际的解说呢 他们就会带着游客出去呢 做一些 在金屯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可能对周边的海洋环境 做一些景点的介绍啦 那看到金屯以后 他们会对金屯做一些 海洋生态的一些金屯 生态方面的一些解说 那另外最重要 其实是在这个金屯 这个冲击的方面 也就是说在我们去做赏金活动的时候 赏金船家的船长 他开船的方式是非常重要 他不能够直接去冲撞海豚 比如说他要在他的侧后方慢慢接近 然后接近的时候 还要有的时候 快要靠近的时候 他还要用代速的方式 这样子呢 就不会对金屯有太多的干扰 另外也就是说 当很多船在观赏金屯的时候 有赏金标让的船家 只要有三艘船的时候 他就不会进入到这个观赏的范围 等到第三艘离开 他才会进去 然后观赏的时间也不能超过20分钟 这样子对金屯可能会造成 比较多的一些干扰 那另外在这个永续行动方面呢 当然就是鼓励这些业者 他们尽量是聘用当地的一些人员 来做解说员或船上的工作人员 那另外呢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配合当地的学校 做一些推广 那另外也会对当地的一些产业 当地有很多的一些农特产品 然后可以帮忙他们跟游客讲一下 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促进他们地方产业的发展 从传统渔业渔船转型成赏金观光船 渔民不仅需要更加认识家乡的海洋生态 也开始改变渔船的设备 提供服务品质更好的赏金体验 那像我们一般啊 就是来观测金屯的整个就是时间啊 它最主要的季节是什么时候 其实金屯大概一年世纪 在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域都有 只是说十月份之后秋风吹 那海面上的情况会风浪比较大 比较不适合重置一些海上的活动 所以说每年的赏金进行的 最主要是差不多四月到十月份 对 一般赏金船出海的范围 大都是在沿岸三至五海里的海域内 而大行金多在离岸约石海里外的 黑潮洋流海域活动出落 各位观众朋友 若是您运气好的话 还有机会看到大行金 靠近沿海附近觅食或嬉戏哦 金屯类动物 包括鲸鱼 海豚及鼠海豚 是生活在海中的哺乳动物 一般而言 鲸鱼成年的体型是在六公尺以上 而海豚成年的体型 就是在六公尺以下 而小于两公尺的体型 就是鼠海豚哦 十几坪位于封冰箱 花东海岸公路 六十三点七公里处 石门附近 十几坪湾南侧的尾端 唯一处棉更达一公里 布满灰白色 奇岩怪石的海滨 壮阔的景象 足以媲美北海岸的野柳哦 现在呢 在比较旁边的这一位呢 是我们今天的正妹导览员 韦婷 韦婷你好 你好 哇塞 韦婷 我觉得来到这边啊 后面可以看到有很多非常 造型非常奇特的一些石头 好 那我们请米奖来看看 我们后面这个丹念山哦 丹念山 对 这一大片吗 对 那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石梯坪 有没有感觉像一层一层的感觉 那因为呢 它这个火山凝灰岩堆积起来之后呢 会经过我们这个海水的侵蚀哦 那这样一阶一阶呢 相对来讲就很像我们这个 梯子一样的感觉 很像一层一层的阶梯这样堆叠起来 所以呢 又叫做这边石梯 那呢 除了这个 后面这个火山凝灰岩呢 其实呢 还有像前面那种比较黑的 像是那个山胡椒岩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石梯坪 这个海域呢 除了这个 有山胡椒的这个生态系 然后因为呢 这边呢 又是一个潮池区 所以呢 其实我们这边呢 有很多潮池带的生物 各位观众朋友 悄悄石梯屏风景区 奇特的地景风貌 有机会 记得来这边走走逛逛哦 来到了石梯渔岗呢 目前这边有一项新的玩法哦 阿杰大哥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手上拿的这个网是 好 那这个 这个网呢 一般我们渔村都称作为 残棉网 那台语呢 叫做狗狗地啦 那我们今天呢 你带我来这边 我们主要是要抓什么 我们主要是抓螃蟹 抓螃蟹 对 抓螃蟹 我们今天所用的幼儿是这个 这个呢 我们渔村呢 非常常见 又叫做炸弹鱼 那这个红色这个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幼儿 放在这个红色这个网子里面 它是一个那个 对对 小型的网带 对对 我们就把它放下去 稍微做一个 残绕的动作 嗯 让这个鹅呢 不要脱离我们这个网区 所以这样丢就可以了吗 对对对 没错 哈哈 看没想示范哦 一 二 三 好 那我们这个 那个浪花有点小耶 那我们这个 网区下水之后呢 大概一般要等 大概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 十到十五分钟啊 对 不过没关系 因为刚才呢 咱们这样来的时候呢 我们在港边这边呢 已经有投放好几株下去了 诶 这边真的有网子耶 对对 你拉拉看 可以拉的是不是 可以拉的可以拉的 诶 感觉还蛮轻的诶 可是有一些重量 诶 真的耶 这边有螃蟹 而且还蛮大只的 哇 给镜头看一下 这边有螃蟹 诶 阿杰大哥 这样的螃蟹算大的吗 其实这个螃蟹来讲的话 这个点心算还蛮大的 嗯 对对对 那你们通常啊 就是上岸捞到螃蟹 你们都怎么处理啊 通常都是稍微 自己钓鱼来吃是不是 对对 就是做一个 简单的穿烫 吃一个原味 哇 今天我今天可以加菜咯 当然可以加菜咯 我觉得今天很棒耶 就是我们除了可以到 实体坪啊 去看一些 非常壮观的海湿地形之外 我们也可以在实体鱼港 这边来体验 抓螃蟹的乐趣 真的赞哦 在实体鱼港 人类天色变黑之后 游客便可以搭乘着 娱乐于穿 体验不同凡向的 夜吊男游之旅哦 现在我们就出发 去寻找男游的终极吧 听过了半个小时的传承呢 我们终于抵达到 今天的吊点了 我们今天这个吊点啊 大概离我们那个 就是离那个海水的 海平面大概有多少 我们这地方水深 大概超过1000公尺 1000公尺 那所以像我们今天 主要的那个目标物 就是男游 对不对 它主要是属于底气性的吗 它是夜晚的 它是白天的时候 它会躲在比较深的水域 嗯 那到了天降黑的时候 它会到表面上这边来觅食 哦 所以也正式像这样 漆黑晚上就是他们会 而且他们本身有趋光性 对 对不对 那他们刚好这个时间呢 就是要吃晚餐的时候啦 然后看到有灯啊 我们就可以 头饿然后来吃 对 没错 对 那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是 夹饵 尼饵 夹饵 对 尼饵 对 尼饵 由于它在手饵的时候 对不对 嗯 它是因为它的这个 呃比较长的触手 先去 嗯 先去 先去试探这个尼饵之后呢 它才会整个把它抱住 那都是要由于有八只 这个触角嘛 对不对 对 那抱住之后呢 我们朋友们就顺势羊肝 它只要勾住其中的两条 嗯 触手或是 三条 四条 就是可能一条的话呢 哦我们都有机会把它吊上来 所以要这种散沟的设计 散沟 散沟 哦 这叫散沟 这个叫做散沟啊 好那这个一般渔民呢 称作为水灯 水灯 水灯 因为 哦在这个 比较 比较深的水域里面呢 只要稍微有点光源的话 它会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这个水灯 最大的用意呢 哦 就是吸引游云 嗯 对就是这样而已 吸引它来这边 哦 索尔 事不宜迟 因为我刚才已经看到 好几个游客已经开始 就是有掉到南游了 我已经迷惑期待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 放下去就可以了 先放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等待 就是直接开始可以持续的收线 持续的收线 对对对 那收线的速度大概是一秒钟 至少要转两圈的时候 可能 可能还可以配合一个羊肝 羊肝 对对对 就是要让肝子稍微去抖动一下 对对对 因为我们说 刚才想过我们说 所以我们是尼尔 并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不能等待 我们要持续的收线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是已经重了 等到你拉不动的时候 就是重了 真的吗 对 羊肝 哇 感觉还蛮重的 有了 一条 真的 还没喷水 真的 哇 看这喷气 它喷完水之后没水喷了 就会喷气了 它的墨尖都浮光了对不对 对 它的墨尖在你种过那个瞬间 它很突然 而且我知道啊 像这种软骨类的动物有没有 它一掉下来突然因为水压的关系 然后它的身体会整个就是呈现深红色的 对不对 没错 它会变成白色了 哇 你看它瞬间变白了耶 哇 怎么这么快啊 它的铁色如果油红变成白色的话 也是它已经跑死亡了 哦 是哦 死亡了耶 它这种鱼鱼 泥水大概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它就会死亡 这个体型大概算中等 中等 对 中等 那最大的可以到多大 我们钓过最大的差不多五公斤 五公斤 五公斤 哇 这样子应该才一公斤 不到一公斤 不到一公斤 来 没想到现在这边有一块黄黄的区域 在这个它的皮这边挂住了 这就是男友的特征叫发光器 发光器 它的身体会发光吗 就是这个区域会发光 对 所以它在那个海水中啊 就是夜晚它就像是一个发光器吗 对 它是一个发光器 那有学者研究曾经呢 它是 特色说它这个发光的频率速度 可能是他们的语言之一 语言之一 对 它可能是利用它背部这个发光器的频率 不一样 来传达它的讯息 哦 对 在钓南游的同时 夜里相关性的鱼儿 会被吸引到水面来 船长大哥说 也可以拿着长捞网 如果手脚够灵活的话 还能直接从水面上捞起鱼儿哦 哇 哇 飞鱼耶 对 飞鱼 我们那个东台湾啊 东部海域这边满多飞鱼的对不对 其实现在这个季节 已经是飞鱼季的纹身了 那这个是另一个种类的飞鱼 它体型最大 好 帮我们介绍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这么大 好难得哦 对 这是斑崎 来看一下 斑崎 它这方面有很多的斑点 这边我们捕到飞鱼的 那个几率也蛮高的 对 蛮高 因为我们东部海域 这边有一个叫做黑草的洋鸣进步 那这个飞鱼它也是属于 季节性回游鱼类的一种 它就顺着黑草到 我们台湾东部这个地方来 哦 那其实捞这个鱼鱼 它没有什么缺 这就是你要先判断 这条鱼鱼的深度有多深 比如说这样鱼鱼深度30公分的话 那是必须的往直 只要末路水中30公分 在它的行进路线前面等它 嗯 对 等待它进完 对 等待 来 诶 有出来了 快快快 怎么不出单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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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直接直接 真的 好多一圈耶 快快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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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哎呀 你太太了 哇 哇 小姐 你好 你好 你今天有没有钓到鱼鱼啊 有啊 真的吗 真的 哇 好棒哦 所以就是你今天的那个城火龙 对 真的很棒 玩得开心吗 还蛮开心的 好不好玩 还蛮好玩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棒啊 像蜜匠今天也钓了一支南游 然后捞鱼的时候没捞中 不过呢 我觉得啊 南游液钓的体验真的很不错 我下次啊 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亲身来体验一下哦 当然来到花莲 除了游览美丽的山海体质 也千万别错过美味的海鲜料理 生鱼片拼盘 树子蒸鱼 烟熏飞鱼干 红麴酥鱼排 芹菜炒曼坡等 都是加入了三菜野味 肯定会让你不仅食指大动 想要大胆一翻哦 南游是台湾近海的大鱿鱼 最大体长近三十公分 和其他的小管 锁管颜色不同 南游的体色是暗红色 夜间浮上海面有趋光性 在日间偶尔也会出现在水表面 若被猎捕者追逐时 还会像飞鱼一样飞出水面 它是抹香精 包吻海豚的主要食物 实体沿海有丰富的鲸豚资源 南游的数量也很多哦 在鲤鱼谈判的花莲县水产培育所 历经多次的转型 最初是为了配合东部发甲而设置的 每年繁殖草鱼 盐鱼 鲤鱼苗 供应地方养殖业者手需 之后在鱼业署的支持 与花莲县政府农业局支持下 专行为多元化鱼业园区 并已2000年正式更名为 花莲县水产培育所 历所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在培育所这边 你们主要的工作项目有哪些呢 好 我们最主要的工作项目就是 繁殖经济性的食用鱼类 与观赏鱼类 之前我们是叫做东山淡水鱼苗繁殖场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都要开放 我们只做鱼苗繁殖的工作 以及技术推广的工作 现在我们先结合观光 把附近这个鲤鱼潭的这些景点 通通纳入 这个结合在一起 这些游客来这里 可以学到很多有关于生态方面的这个教育 作为一个知性之旅 观众朋友们 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欣赏造型特殊 下龙功倍的鱼业文物展示馆 也可以近距离接触 许多台湾淡水原生鱼类哦 哇 比大哥 这里好多水族箱哦 这边是我们的展示馆 那主要就是收集一些我们 台湾的淡水原生鱼类的展示 这一缸是橘崎式细祭 那它是我们东部的特有种 特有种 是 就是全世界就只有我们 宜花工这边有这一种 底下这一缸是台湾副细祭 那它也是属于保育类 这个鱼是分布在我们 台湾的西部 那刚才那个橘崎式 它是分布在台湾的东部 来明讲我们看这一缸 和氏吉巴 那这 这个鱼是我们东部的特有种 它就分布在我们东部到 台湾的南部这个区域 那这个和氏吉巴它是 我们台湾的淡水原生鱼类里面 体型算最大了 对啊 之前看到的吉刚啊 那个体型都比较小 这个算蛮大的耶 哇黄大哥 这边好多小鱼苗喔 诶 这是哪一个种的鱼苗啊 这个是橘石式细祭 那它是我们台湾东部的特有种 分布在宜花东山的县市 所以虽然这三个县市都有 不过其实是我们花莲的那个体型是会最大的 嗯 这样的鱼苗 所以你们每年都有在做这样的鱼苗培育吗 对六年来 就是它在我们水原培育所已经六年了 那六年来我们每年都会培育这样一批 然后主要是做 一开始是做保种 嗯 因为它一开始有冰危的现象 冰临绝肿的现象 那后来我们就是每年让繁殖之后 就是它的那个数量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去推广到养殖户那边去做一个 推广养殖的动作 那我们希望说就是未来它可以成为一个 经济上实用的鱼苗 来到花莲县水产培育所 不仅可以好好欣赏 台湾原生淡水鱼苗之美 再加上它会在礼仪潭风景区内 借一漫步湖畔 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 可是十分鲜意的旅程哦 在一家花莲回览之旅呢 真是大豐收 我们除了一块出海搭船赏金 夜调男游之外呢 在花莲水产培育所里面 更认识到了台湾许多珍贵的原生物种 提醒着我们呢 要好好爱护这片美丽的家园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结束了 我是蜜甲 娱乐新世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全台湾唯一有纯金打造的一座金马祖 200多公斤打造 鲸鱼有两种 一种是白腹鲸鱼 一种是花腹鲸鱼 白腹鲸鱼的油脂海量 会比花腹鲸鱼还高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产的 那个青尾鱼蛋群 哇 味道好香哦 你看这就是大闸蟹 千杯 白杜 青龙 黄毛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嗯 这边应该是最好吃最精华的部分 对不对 对对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